來看這個禮拜在德國柏林登場的消費性電子展 我們請教志玲 今年還是聚焦在AIPC 像台廠的部分 華碩宏基他們都大秀新品 對 因為我們整個看電子股的景氣來講的話 要嘛就看手機 要嘛就是看PC筆電的部分 像昨天這個橫指標的 在柏林消費性電子展 推出了這個AIPC 這個部分也可以透過產業訊息跟大家講 接下來電子股 你可能也不需要那麼悲觀 為什麼 因為他這一次PC的部分 他很有可能會改變這個業界生態 因為我們過去在買PC 一台高階一點的 大概要3萬到5萬這支件 大概1000美元左右 但是他這次推出的AIPC有個特色 大概700美元就有機會 可以有這個AIPC功能的等級 這麼有競爭力的價格 對 因為剛剛馮總監有提到 不管是美國 中國 或者是香港地區 很多的這個消費真的不是很好 如果他價格下來 就比較有機會帶動換機場 對 所以業界都滿看好的 我們現在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什麼是AIPC 因為高通他推出的這個晶片 相對滿低的 那AIPC的簡單定義就是說 他可以用微軟的Copiler 的一個這個相關的功能 所以不管是我們台灣的宏基 今天盤中也大漲 像華碩這些股票盤中表現不錯 大家滿認同的 那我們現在在找股票 我們盡量幫大家找斜槓的 就是除了AIPC的題材 他最好還有之前講的 黑悟空的題材 或者是這個AI伺服器 所以指標場看華碩 那華碩他其實才剛創新高而已 那其實大盤有跌破季軍線 他是沒有跌破的 所以其實今天也大概收漲 一點多Percent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整個AIPC 跟黑悟空的神話 他不僅有做PC筆電 他也有做什麼 相關顯卡的部分 所以其實最近融資 是沒有什麼增加 所以我覺得季線附近 可以不凡布局 那如果有補這個缺口的話 那可以特別轉牆去做加碼 那我們再看第二檔是這個季家 那季家是做顯卡的 所以他也有吃到所謂 黑悟空的一個商機 那再來就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GB200伺服器延後了 所以他這一次 他特別推出了一個 可以符合H200的一個 一個原本舊款的晶片 那H200 他就已經可以用到 易冷的一個技術 所以這市場上相對上看好 他未來後世 那股價雖然在基金限制下 但是融資其實沒什麼增加 我建議大家可以 縫低去做布局 那另外也是顯卡的 像維新的部分 那維新在這一次的這個消費性電子檔 他一口氣 推出了五款AIPC的一個筆電 因為相對上就是搭上高通 很便宜的晶片 所以這三檔 AIPC相關的股票 不妨投資朋友可以去做縫低布局 好不好 我們說他第三季 也是電子傳統的旺季 當然市場很關注的 就是在最近公布的八月份的營收表現 可以從營收來怎麼選股呢 我們稍後來關心